就這樣 阮玲玉成名了 她的成名是一個童話 一個灰姑娘的童話 就這樣 阮玲玉成功了 她的成功是一個傳奇 一個末篇時代的傳奇 1932年1月28日夜 集結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兵分三路 對我紮北駐軍發起全面進攻 戰火迅速蔓延 阮玲玉所在蓮華公司的攝影場 也毀於一旦 為了生活 阮玲玉舉家出走 避難香港 不想在那裡遇到了 她生命中的第二個男人 唐濟山 唐濟山不僅是一個 夭蟬萬貫的茶商 而且還是一個無孔不入的情場老手 她在老家早已結婚 但在楓月場上 還是念花惹草 廣眾伯收 並與紅極一時的悲劇皇后 張之雲出雙入隊如交四期 她們找到一位 當時人工夫人 張之雲 我們居身 只有一種夫妻貴婷 還沒好 始終 我們為了人吃虐 當時人工夫人 張之雲 各方面生活能想 什麼就是不吃能想 中國人也沒有做一個要求 那麼可能一定會心裡想也幸福 因為一來長大命生能想 到我到個沒日子 我都在哭又沒有做一個 那麼有個兩次以後 那麼少人說 又讓人也不怪說 跟董基階和聯盟生與成事 他們死了 女靈玉沒人 給他們死了 兩樓 他們死了四樓 他們死了四樓 阮凌玉帶著母親 和他收養的女兒阮小玉一起 住進了上海新渣路上的沁原村 這棟房子是男人送給女人的一份禮物 也可以說成是 唐济山送給阮凌玉的一個墳墓 她覺得當時是當局 那其實沒傷心 因為她第一叫狗進來是真人的 當人家有沒結婚也沒出事 從狗進來想 其實當時是當醫師 給她妻子扣的一個 一夜一個夜 一夜一個夜 是無人有百佩儀 不是長大命百佩儀 根本一想 因為當之前有草票沒 那覺得 靠著光來 覺得一夜倒下 這個門員要掏草票 總共要內置又要內 內置又要內 最敢安置 的確 失去了愛情的張達民 在父母死後經濟有些拮据 之前阮凌玉未與唐济山同居 也為了和張達民撇清關係 雙方曾定立了脫離關係的協議 協議中 阮凌玉答應 每月給張達民兩百元津貼 為期兩年 然而張達民還是難憑奪愛之恨 揚言要壯告唐济山 不想被唐济山知道就反告張達民 妨害名譽 雖然張達民被判無罪 但此時已被激怒的張達民 已一直訴狀實施反擊 將阮凌玉和唐济山告上了法庭 張達民的發難造成了阮凌玉的內外交困 一方面 阮凌玉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隐私 成為小報記者靜香報道的對象 另一方面 唐济山也一再地逼迫阮凌玉出面登報 聲明阮凌玉和他同居 經濟是自立的 正當阮凌玉遵照唐济山的旨意 不惜拋頭露面 竭力維護他與自身形象的同時 唐济山卻又暗渡陳倉令結心患 雖然不惜拋頭露面 舒服 剛舉報停的話 我有一些 誰 細心已久 他們有點難了 一個人要懸抬 一個人正式要結婚 一個人就是講 大途是跟美國的 Capital 我們沒有提供結婚 那麼到時候呢 就是剛才一朗了一朗了一朗了 朗了以後 一在外長大沒了 十八口能了 那麼我都整個 我是整個腓皮癢癢 來聽了把它聊 讓阮玲玉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 唐濟山的地下情人 竟然會是他自己的好朋友 梁塞珍 阮玲玉玉將梁塞珍視為知己 因為他們不僅是同鄉 也是在同一年進入電影圈的 差不多的境遇 讓他們無話不談 然而 就是這所謂的知己 在阮玲玉生前搶走了他的男人 又在他的葬礼上表現活躍 送上了那樣一幅直擊 人言可畏的晚年 更在他死後被唐濟山利用 由他妹妹梁塞珍 模仿阮玲玉玉的自己 偽造了他的遺書 梁塞珍的浮出水面 使得第三個男人 闖入了阮玲玉的生活 這人就是蓮華公司的新人導演 蔡楚生 蔡楚生和阮玲玉 一樣是廣東人 她1931年加入蓮華二場 憑藉著影片《余光曲》 獲得了電影票房神話的稱號 《新女性》是阮玲玉生前拍攝的 最後一部完整的影片 在片中 阮玲玉飾演一個因為隱私曝光 而被小報記者糾纏 最後以死抗爭的女明星 這樣的劇情 与阮玲玉当时的境遇 又是何等的相似 整场戏拍完后 蔡楚生让剧组人员全部撤离 唯独自己留下 守在床边默默陪伴 拥被隐气的阮玲玉 直到她的情绪恢复平静 蔡楚生说 你是一个温情脆弱的女人 阮玲玉说 我多么想成为这样一个新女性 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 可惜我太软弱了 我没有她坚强 一个无助的女人 渴望一个可以托付的男人 一个孤单的身影 急需一个宽厚肩膀的依靠 面对旧情人的落井下石 面对心相好的始乱中气 温情脆弱的阮玲玉 再难无视蔡楚生的存在 她多么希望她能帮帮她 她多么希望她能在她沉默之前 拉她一把 但是 已有家世的蔡楚生 让阮玲玉失望了 我只想得 所以说 自我又上 又卡定了 所以说 原来又把我去死亡了 因为男人呢 因为她呢 因为她 卡红了个人 她一直为了 有名字 她想 我上个个嘛 名字都过来过去 谁就这样子 这是阮玲玉生前 最后一次露面的 珍贵资料 那时的她 笑容显得有些勉强 因为她已经被她 亲密的两个男人 折磨得心力焦瘁 她在遗书上说道 你那晚打我 今晚又打我 说的就是 出事当天晚上 她和唐济山晚宴回来 为了第二天出庭的事 唐济山打了她 阮玲玉 失去了所有的依靠 1935年3月8日凌晨 她将三瓶安眠药 全都拌入了一碗八宝粥 阮玲玉死了 与其说她是死于人眼可畏 倒不如说 她死于人心可畏 人情可畏 人性可畏 一个女人 活在一个被男人奴役的社会中 即使一夜成名 飞黄腾达 但其实质 依然不过是 男人鼓掌之玩物 男人祭坛之贡品